微信提现终于有免手续费的方法了 你知道吗 大家好 欢迎来到科技熊 当你微信提现的时候都会收取手续费 今天分享的技巧是我们微信可以通过这种设置 可以免除提现手续费 如果你还不会的情况下呢 建议大家详细的把它看完 下面我们一起来操作一下 我们需要打开微信 点击一下我 然后点击设置进入到通用里边 找到辅助功能我们需要点击一下 在这里的话 大家会看到下方有一个微信支付 我们点击然后进入到微信支付服务里边 然后点击下方的查看详情这个选项 点击支付有优惠 在这里大家会看到已支付的一些金币 我们可以直接领取 点击可以直接领取这些金币 大家可以看一下本次已经领取了15个金币 然后我们点击兑换好礼 在兑换好礼界面有一些额度我们可以看一下 那到最上面的话 大家会看到有一个提现额度 微信提现免费券100元的额度5000元的额度 以及多种额度我们可以自行去领取就可以了 比如说我们点击这个100元的额度 我们点击一个金币兑换 这样的话我们微信支付有优惠 就兑换成功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就可以直接进行提现 进入到我们的钱包里边 然后的话点击钱包 这样的话我们再提现的 事后就可以直接免除手续费 本次提现免费优惠减0.1元 当然像我们这些金币 也可以送给一些朋友也是可以的 比如说我们点击一下微信 点击微信以后 进入到我们刚刚那个微信支付的界面 当然像我们领取的金币呢 也可以送给好友 在这里的话 把手机倒着 把金币倒出来 倒出来以后大家会看到它 会弹出一个赠送的一个界面 然后点击可以赠送一个 或者两个都是可以的 我们点击赠送这样的话 就可以把它赠送给朋友 今天给大家分享了 像我微信提现该如何免除手续费 当然大家可以按照以上的方法去设置就可以了 有啥不懂的话 可以在下方留言 或者直接私信我 我再给大家解答 我们下期分享 拜拜